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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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網路禅坐共修的菩薩 阿彌陀佛 我是禅堂唐主 國興法師 因應目前 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 還在蔓延 所以 我們就規劃 這個 網路的禅坐共修 一來 讓大家 能夠安心 二來 大家持續的禅坐共修 還是進行 那 禅坐共修 基本上 可以分為觀念 跟方法 觀念 最高的就是 無我 我們要說無心 那接下來就是心態 就活在當下 那不要想過去 不要想未來 面對過去 你不要 懷念跟懊惱 那對於未來 不要 我們說 期待 跟擔憂 那這兩者 基本上都會讓你的心 不安定 讓你的心 忘獎分輝 所以我們說要活在當下 那接下來 實際上的操作 就是要什麼 要放鬆身心 然後體驗呼吸 如果你 心比較安定的時候 那 甚至可以 去學習 就是莫照的 心不停留在任何地方 或是用話頭 反餐 打坐的是誰 那這一個 這個原則抓住 那我們 在整個課程 也會按照這個原則 規劃 有巴士凍殘 然後會引導 然後會指徑 然後會叫做引導 還會按摩 還會開示 主要都是針對這些觀念跟方法 而規劃 而設計 那再次 祝福各位 身心愉快 法事充滿 阿彌陀佛 法骨八式凍殘 坐姿 第五式 轉體運動 身體坐正 全身放鬆 右手掌置於左肩上 左手腕扣住右手背 身體緩慢的向左旋轉 頭部緩慢轉向右後方 細心 手臂 肩膀 背部 拉伸的感覺 把力量放掉 清楚双手、肩膀、背部放松的感觉 身体缓慢回正 双手放下 清楚全身放松的感觉 左手掌置于右肩上 右手腕扣住左手背 身体缓慢地向右旋转 头部缓慢转向左后方 清楚手背、肩膀、背部拉伸的感觉 把力量放掉 清楚双手、肩膀、背部放松的感觉 身体缓慢回正 双手放下 清楚全身放松的感觉 换边 清楚右手掌置于左肩上 左手腕扣住右手背的感觉 清楚身体缓慢地向左旋转 头部转向右前 头部转向右后方的感觉 看右手的感觉 清楚的感觉 清楚手背、肩膀、背部拉伸的感觉 身体缓慢回正 双手放下 清楚全身放松的感觉 换边 清楚左手掌置于右肩上 右手腕扣住左手背的感觉 清楚身体缓慢地向右旋转 头部转向左后方的感觉 清楚手臂肩膀背部拉伸的感觉 把力量放掉 清楚全身放松的感觉 身体缓慢回正 双手放下 享受全身放松的感觉 双手核实 第六式 驱体伸展 身体坐正 全身放松 右手置于颈厚 身体缓慢地向右手腕 身体缓慢地左侧弯 身体缓慢地向右侧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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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部伸展的感觉 身体缓慢回正 核实 清楚全身放松的感觉 换边 清楚手臂肩膀背部伸展的感觉 身体缓慢回正 核实 清楚全身放松的感觉 左手上举弯曲 置于背后 往下尽量伸展 右手于背后游下 往上尽量伸展 两手尽量相扣 清除肩膀 两手伸展的感觉 把力量放掉 清除肩膀 两手放松的感觉 两手放松的感觉 换边 换边 右手由上往下伸展 左手由下往上伸展 清除肩膀 两手伸展的感觉 双手伸展 双手缓慢 至于腿上 清除全身放松的感觉 换边 清除肩膀 双手伸展的感觉 把力量放松的感觉 把力量放掉 清除全身放松的感觉 双手缓慢 置于腿上 清除全身放松的感觉 换边 清除肩膀 清除肩膀 两手伸展 放松的感觉 把力量放掉 享受全身放松的感觉 双手伸展 双手合十 双手合十 双手伸展 双手伸展 双手带 双手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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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楚全身放松的感觉 脚掌缓慢回正 脚掌缓慢由左向下向右向上旋转 清楚脚掌 脚踝 旋转的感觉 清楚脚掌 脚踝 放松的感觉 清楚 清楚 脚掌 脚踝 放松的感觉 清楚 脚掌 脚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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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 全身 放松的感觉 第八是,观身受法 身体坐正,脚掌贴地 大腿与小腿乘九十度 膝盖距离一个拳头宽 两手相叠,掌心朝上 放在大腿上,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挺腰不挺胸 头顶天,收下巴 全身放松 左手缓慢上举 手臂乘九十度 往外移 在左腿上方,翻掌 拇指朝上 手缓慢下降 清楚手移动的感觉 掌心放在大腿上 右手在右腿上方,翻掌 拇指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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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缓慢下降 清楚手移动的感觉 掌心放在大腿上 拇指朝上 手臂层九十度,翻掌 掌心朝上 手往内收 缓慢往下 清楚手连续不断移动的感觉 清楚手放在腿上的感觉 左手缓慢上举 拇指朝上,翻掌 掌心朝上,手往内收 缓慢往下 清楚手连续不断移动的感觉 清楚手放在右掌上的感觉 左手上举 外移 翻掌 翻掌 往下 中文字幕移动的感觉 右手中文字幕移动的感觉 右手上举 外移 外移 翻掌 往下 下 右手上舉 翻掌 內收 往下 清楚手臂、肩膀放鬆的感覺 左手上舉 翻掌 內收 往下 清楚肩膀、手臂放鬆的感覺 手緩慢上舉 現在照自己的速度繼續做 清楚 手連續不斷移動的感覺 清楚 手臂、肩膀放鬆的感覺 清楚 全身 放鬆的感覺 清楚 手連續不斷移動的感覺 清楚 手臂、肩膀、肩膀、頸部放鬆的感覺 清楚 清楚 腹部、背部放鬆的感覺 清楚 清楚 大腿、小腿、肩膀、肩膀、放鬆的感覺 你可以能擠通 聽臉、肩膀、肩膀、肩膀的感覺 你能 spoilers 感覺 谈结束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打坐 大家坐下来 我们先做上座前的两个预备运动 颈部运动以及三个深呼吸 双手放在膝盖或大腿上 全身放松 头部缓慢地往左倾 再缓慢地往右倾 清除颈部肌肉拉伸的感觉 往左倾 往右倾 头部缓慢回正 头部缓慢地往左后转 再缓慢地往右倾 清除颈部肌肉扭转的感觉 清除颈部肌肉扭转 清除颈部肌肉扭转 许颈部肌肉扭转 头部缓慢地回正 头部缓慢地往前弯 往后弯 清除颈部拉伸后 有放松的感觉 往前弯 往后弯 清除全身放松的感觉 头部缓慢回正 接着把刚才的动作连起来 头部往左 往前 往右 往后 连续而缓慢地转动 顺时针三圈 再逆时针三圈 继续而缓慢地转动 接着做三个深呼吸 手掌置于小腹上 上半身打直 以跨部为支点 缓慢往前弯 弯下去的时候 尽量保持上半身是挺直的 嘴巴吐气 手指稍微用一点力往内压 帮助把肺部的浊气排掉 但是不要把气吐进 到底之后 慢慢把上半身回复 用鼻孔吸气 以下 以上 为一个循环 总共做三次 总共做三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您的转发 两个预备运动做完之后 再检查坐姿 从头到脚检查一次 起直坐法 腿盘好 挑一个自己习惯的姿势 单盘 双盘 或散盘 都可以 只要能 坐得稳 坐得放松就可以 右下往上检查 背脊竖直 头顶天 手下巴 顶腰 含胸 舌尖倾底上额 嘴巴合起来 眼睛 眼睛违章 手节发界定印 肩膀放松 其实做法检查过之后 开始从头到脚 从头到脚 扫描身体的放松 放松的时候 不只是身体的放松 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心情 也要放松 过程中 就专注在 体验身体的感觉 不去思前 不去思前 想后 放松的过程 也是我们禅修的一部分 专注的放松 能帮助 待会用方法时 更安定 体验放松 体验放松时 并不是去想象 从别的地方 回头看自己的身体 而是真实地去体验 肌肉不用力的感觉 透过身体的触觉 去知道自己有没有放松 感觉到有地方不放松 就把肌肉放掉 不用力 如果某个地方 没办法放松 就跳过它 不必在心里挂念 某个地方还没松 而是全然地 去接受 自己当下的状况 同时 也全然地接受 环境的状况 内与外 都是当下的因缘 没有好 坏 对 错 所以当然 也就没有喜欢 或讨厌的心情产生 首先 从眼球 开始放松 眼球要放松 就是没有要去看什么 不聚焦 可以张开 也可以闭着 想太多东西的时候 眼球就会紧绷 所以心里不想其他事情 就是去感觉 眼睛 放松 如果眼球 没办法放松 可以试试看 按摩一下 眼眶周围的穴道 会有酸酸 痛痛的感觉 按摩一阵子之后 眼球会比较放松 接着是 头皮放松 头皮 可能很多人 没办法去感觉 如果感觉不到头皮 就跳过 没有关系 再来是 脸部肌肉 放松 感觉 脸部的肌肉 就是松松的 挂在脸上 眉间 让它松开来 不皱眉 嘴角 有一抹浅浅的微笑 但也不需要 笑得太夸张 不然又变成 紧绷了 嘴角的微笑 就像连衣一样 放松的感觉 往外扩散 到整个脸部 整个头 接着是 脖子 顺着下来 到肩膀 不刻意 耸肩或压肩 如果肩膀 不能放松 可以耸一耸肩 活动一下 再下来 到上手臂 下手臂 手腕 手掌 手指 都放松 接着 胸部的肌肉 放松 小腹 放松 感觉 小腹 就像棉花一样 松松 软软的 再来 是背部的肌肉 也放松 腰部 放松 继续往下 到臀部 也放松 大腿 膝盖 小腿 小腿 脚踝 脚掌 脚趾 一点一点的放松 从头到脚 细部放松一遍之后 把放松的范围 扩大 再一次 由上 往下 放松 直接感觉 整个头 都放松 去接受 当下的感觉 身体里面的感觉 外境 变化 所带来的感觉 也许 也许 有风吹来 也许 天气 热 或冷 都清楚 也都 接受 接着 感觉 整个上半身 都放松 身体的各种感觉 皮肤痒 皮肤痒 肌肉酸 或痛 或脏 都知道 没有喜欢 或讨厌 再来的感觉 再来是整个下半身 都放松 臀部 致部坐在 普团上的重量感 双腿 双腿 盘起来的压力 肌肉的紧绷 或放松 也都知道 都接受 最后 去感觉 全身 都放松 整个身体的感觉 同时都知道 都清楚 没有期待 没有抗拒 身体放松 心情 也放松 有什么情绪 有什么念头 也都知道 也都放下 如实地呈现 如实地知道 从头到脚 扫描三次之后 如果觉得 还是不够松 可以多扫描几次 如果觉得 已经蛮安定 就可以 开始 用方法 给大家看 双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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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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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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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呼吸 手指慢慢地動一動 接著上半身輕輕地前後左右搖晃 慢慢地雙手合掌 再把手放在膝蓋上或大腿上 上半身緩緩地轉圈 從小圈逐漸轉到大圈 順時針三圈 逆時針三圈 當身與心都恢復到平常的狀態之後 就可以開始下座的按摩 現在開始下座的按摩 問訊 先從眼眶開始 大拇指的指背相互摩擦 再用指關節按摩眼眶周圍的穴道 按的時候會有痠痛的感覺 由內而外 由上而下 接著雙手摩擦 接著雙手摩擦 用掌心的熱度 輕輕敷在眼球上 接著雙手摩擦 再來按摩臉部 雙手摩擦 用洗臉的方式 從鼻樑兩側開始 由下往上 由內而外 接著雙手摩擦 接著是額頭 左手從後方貼住右太陽穴 右手從前方貼住左太陽穴 將手掌緊貼頭部 並從一邊滑到另一邊 左右連成一圈 反方向繼續摩擦 反覆幾次 再來是頭頂 用雙手食指的指腹 按壓頭頂的皮膚 從最上面的中心線開始 漸漸往左右兩邊 向下按摩 並慢慢由前往後移 之後是後頸的風池穴 雙手食指交叉 拇指朝下 用大拇指的指腹 上下按摩 上下按摩 風池穴的部位 雙手摩擦 按摩後頸部 用手掌由後腦往下 經過頸部兩側 由上往下 反覆摩擦 接著按摩耳朵 用拇指 用拇指 用拇指揉捏整個耳朵 從耳根到耳朵邊 再到耳垂 由上而下 捏一捏捏捏捏捏捏 拉一拉 再用拇指伸進耳穴 彈一彈小耳朵 接著是肩膀 從左肩開始 用右手抓左邊的上斜方肌 慢慢往下 到肩关节的时候 用搓揉的方式按摩 再沿着上手臂的肌肉往下抓 内侧外侧都要抓到 到肘关节时,手肘弯曲 用搓揉的方式按摩 继续往下按摩下手臂 一直到手腕 然后用拇指按压虎口 又称为颌骨穴的地方 接着换右边 用同样的方式按摩一次 从肩膀开始 肩关节 上手臂 手肘 手肘 下手臂 虎口 接着按摩胸口 手掌交叉重叠至于胸口 大约在锁骨下方,胸部上方 做环状推压按摩 左右手上下呼唤 反方向再按摩一次 再来是腋下 手掌贴住身体,尽量抬高 从腋下的部位开始 经过两侧的肋骨往下滑 一直到小腹 反复做几次 接着按摩腹部 手掌交叠至于小腹上 依顺时针左、下、右、上的方向 环状推压 接着是背部 右手往后伸 先用手指的第二关节或指尖 按摩左边肩胛骨内侧的高荒穴 如果从后面按不到 也可以从前面按 左边按完 换右边 再来双手握拳 放到背部 用突出的肩膜 按摩肩胎 按摩脊椎两侧的肌肉 拳头先尽量的往上抬 接着用直关节左右 来回按压 然后往下移一点点 再按压 重复这样子的动作 慢慢往下移 最后用双手的手背 摩擦整个背部 接着是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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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手摩擦 手掌心贴在后腰部 大概是肾脏的部位 上下连续的搓揉 再来是腿部 先从左腿开始 双手摩擦 从大腿根部往下 双手用力抓 内外两侧都要抓到 到了膝盖的部位 一手在上 一手在下 摩擦生热 接着用两个拇指按压足三里 然后顺着筋骨一路往下按 然后顺着筋骨一路往下按 然后换右脚 按照刚才的程序按摩一次 从大腿根部 到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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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足三里 沿着筋骨往下按 小腿肚 小腿肚 接着把双脚伸直 两手放在腿上 把脚底板往前伸展 再往后伸展 这样重复数次 接着脚掌 接着脚掌成环状转圈 先顺时针转数次 再逆时针转数次 按摩结束 稳讯 诸位菩萨 阿弥陀佛 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 无我的智慧 那其实我们在这个 日常生活中 或者是打坐的时候呢 我们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观察 这个因缘的变化 那在这个观察因缘的变化之中呢 我们如果呢 有了执着的地方呢 我们也能够 才能够看见 看见也才能够调整 才能够放舍 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的故事 有一次我去残堂 残妻当外户 那当时呢 这个外户都有一个自己的打坐的区域 在那个石板区 那因为只有我一个是法师 只有我一个外户是法师 所以当时的总外户法师就跟我说 法师这个位子呢 你想要坐哪个位置 水你挑 那我 我当然就 一眼看过去 就挑了一个边边角角 就没有什么人的位置 就坐下来 然后我就开始打坐 那当我开始打坐 坐蛮安定的 身心都蛮放松的 突然呢 就有人在我耳边弹指 就这样的弹指 然后他就叫我起坐 那我起来 我看着他 他跟我说 法师 因为现在的残重呢 这个残堂里面的残重呢 突然有人需要坐椅子 而且呢 他需要坐到外面 这个石板区 比较不会老重 那他因为他要坐椅子呢 那摆在这个边边角角呢 是最好的位置 最不会干扰到别人 所以呢 可不可以麻烦法师你 移动一下位置 那当时呢 我就慢慢地站起来 就把这个位置让出去 可是我清楚地 看见了我自己的念头 我的念头是 我先来的 怎么把我赶走呢 那其实 当我动了这个念头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我的第二念想到的是 哇 真的太可怕了 我在这个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我就把这一个方便 这一个角落 当作我的 在这个因缘的变化之中 在一个小时前 这绝对不是我的位置 那一个小时之后 因缘变化 需要我让出来 那他也就不是我的位置 可是我的心里面竟然有一种 这是我的位置 我先来的 怎么把我赶走的概念 当我看到自己这样的心念的时候 我突然觉得 非常深刻地能够提答 因无所住 而生其心 而我们呢 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都是因有所住 处处着 处处住 这个是我的 我的位置 我喜欢的角落 就产生了许多的烦恼 因缘变化也不肯放下 那这个就是 因有所住就 重生烦恼 烦恼重生 那如果我们能够实时地 观照这个因缘的变化 它原本不是我的 我暂时来这里打坐 那因缘变化需要让出去 那就水顺的这个因缘 能够把别人需要的 让给别人 那这个其实呢 也就是看见自己的执着 能够 观照到因缘的变化前流 而能够随缘 随缘给别人方便 那这个自己也不执着 又能够 帮助别人 那这个其实呢 也可以说是一种 无我的智慧 那这个无我的智慧呢 必须先从看见 自己执着的地方 这是 透过这个 观照因缘变化 然后我们可以从中 看见自己执着 这个自我执着的部分 那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打坐 我自己打坐的一个经验 那其实在法谷山的夏季啊 就是台湾的夏天 在法谷山这个角落 是非常的湿热的 那我自己 在这个法谷山深邪大学领职 那我每天就从我住的地方 旅聊 慢慢的走到这个 深邪大学的这个教室 大概都要走个五到十分钟 那其实我们 法师们穿的也比较多 层层 层层的衣物 那当走到这个教室 然后刚好要去上禅修课 那我跟同学们就开始打坐 那一坐下来的时候呢 我就感觉到 我这个全身都是汗 这是汗流甲背 那这个衣物都湿了 那其实当时打坐 把手印结起来的时候呢 除了感受到这个全身湿湿黏黏的感觉之外呢 这个手印 打坐的这个手印一结起来的时候 那也感觉到这个躯干 这个从手印 从腹部这边呢 就一直热起来 有一股很热很热的 这个热脑 就这样从这边 扩散到的全身 那可是我们的背后呢 的这个汗呢 湿了 整个衣服都是湿的 那教室同学们都会开电扇啊 然后这个窗户的风也会流动啊 那他又吹着我们的这个汗湿的衣物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 这个忍热不调 前热后寒 然后非常的难受 可是在这个我们跟同学打坐这一个小时过去之后呢 我就渐渐的感受到了这个 这个汗湿的感觉 然后这个热跟寒凉的感觉 它渐渐的在消散 那其实内心呢 还是可以安忍 不受这个燥热跟寒凉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那时候是选择继续打坐 那在一个小时之后呢 打坐下坐 身心是很安定的 隐性响了 缓缓的下坐的时候 那我就跟同学分享了这个 那音源变化 那我们的心呢 不需要随着刚刚的 音源已经变化了 我们的这个汗湿的衣衫也已经变干 那我们刚刚如果随着这个音源 就燥热 烦躁 起烦恼 那其实都是多余的 我们只需要静静的知道 自己现在有一些燥热 有一些寒凉 有一些不适 那静静的 心里面还是能够平静的去面对它 接受它 那其实 就不需要随之起舞 随着这些境界 那我们心里面就陷起了 诸多的烦恼 那其实也能够慢慢的 随着音源的变化 而能够接受每一个档下 那就好比说 现在的衣物已经干了 身体也觉得比较 没那么寒凉 没那么的烦躁 可是呢 接着下来 我们下课了 又要走去灾堂 那这个走过去的路程 又是十分钟 那大概又会汗湿 又会这个燥热 又会不湿 那难道我们这一整天下来 我们就要处在 随着境界 随着这个禁风呢 心里起起伏伏 烦烦恼恼的嘛 那其实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选择的 去接受所有的音源 它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自己呢 能够把这个 喜欢舒适 喜欢舒服的境界的 这个感觉呢 把它放捨下来 接受音源的变化 接受身心 随着这个外境外物的变化 我们能够随时随地 放捨自己的热闹 那就会处处可以转为清凉 那这个其实当中呢 也就是没有我的执着 我喜欢的境界 这个自己才能够真正的得到 平静跟清凉 那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无我的智慧 祝福大家都能够 热闹变清凉 我们一同佛 谢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切凉 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